我母亲看那种夸奖我的 然后我母亲就一直觉得我都做得无比正确 就全国人民爱戴的那些事 一直到后来我母亲学会了上网 然后看了很多评论 当时我感觉到她的世界观就有些崩塌 怎么这么多人跟她说我 现在好很多 但是他们还是挺那个 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人前说话 都是挺客气的 不会网上其实骂你的那些人 你真的把他叫过来 过来过来 然后一打肩膀 说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会说 其实我不是这意思 我认为其实很多人现实生活中说话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其实是反对那些 在网上你是要控制那个 就网络的一些留言或者怎么样的 很多人可能看了心里会不舒服 但是我想我应该算是骂的再多 我应该算是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个人 但我还是不赞成说要去把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分掉 或者什么样 因为能说话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尤其能说这种话就更容易 哪怕你在那里骂我 看我不顺眼 至少你说的是真话 你真是看我不顺眼 你是真的在骂我 我觉得我能够接受这些 我们是很讲究这个 一方面我们会在那里说 我们的言论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会在那里怪中宣部 我们会怪中宣部 其实我很难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为难 我们很多人会在那里怪中宣部 说很多东西控制的太紧 但是相反 一旦你有些文章 比如说人家有些提出反对的意见 你马上会在那里 马上会说这种人上面就应该封杀他 说明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意识 如果让那些人去做中宣部的位置 我估计被他们封杀的人无数 封杀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词汇 我们不要就动不动 就去说封杀他 封杀他 你在说的时候心里是很爽的 感觉自己很有权力 我封杀你 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 一种自己的不幸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的头上 如果你自己这么喜欢做这些事 我确实如河河所说 我接触的中宣部的人并不可怕 也很能坐在一起吃 恰恰你说的有些人 就动不动 就是说要抽哈哈 我说这些人要当中宣部长就比较麻烦了 完全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是但我是支持 我是觉得他们是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我也不会删他们的留言 不会让他们不说话 但他们给他们点权力 他们真的会来封杀我 另外你从小是对那种 就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事情 就比较敏感和充满怀疑的这么一个人吗 有一点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敏感的学校对我要有动作 直觉上是一开始从小就很好的 我真的到后来以后退学以后 我也发现 基本上什么东西要涨价 什么东西要跌价 什么东西要流行 我都是挺敏感的在这方面 还有爱说对已经定论的东西 说不一定也是从小出来的吗 他不一定已经定论了 真的 我觉得 只是六十几年的东西 并不能说定论 你有一张唱片 那有个歌是不叫叛徒 是 你作词你自己唱的对吧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作词的 那我问你 如果你被所谓的敌人抓了 严刑靠打你 你会怎么样 当不当叛徒 我完全是个叛徒 真这种 没打你是不是就招了 我先问 我先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强硬的要 有些事情你招了你就死 那你就不招了 反正一样都死 但有些事情你招了就把你放了 我就招了 因为 我本身也没有什么信仰 我们很多人都这样 也没有什么所谓那些信仰的那些东西 那些人真的是 我觉得 对包括 我就算把我抓了的话 我 我觉得我顶多能承受的就是 就是 怎么说 反正我肯定底线挺低的 我觉得 我觉得 真的 我以前 我有一朋友 我有一朋友开了一博客 他叫韩春平 是一男的 是我小学的时候一邻居 就是我现在的一个邻居 但是呢 我们好多的网友都就管他叫 现代版刘护兰 因为他的博客的那个签名就是 你们死 你们不要问我韩安的电话号码 死我也不会说的 打死我也不会招供的 但是 我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你以后想说了 万一碰到这个叛徒的题材 你会怎么去写叛徒 我觉得不存在所谓的叛徒不叛徒 我觉得 只要你忠于自己的内心 就行了 你 你去那里 满世界的 说言不由衷的话 那就是叛徒 而你忠于自己的内心 你真的被打得受不了了 我只想舒服一点 我说了 那我把该说的供出来了 我也不觉得这是 这是叛徒 你也是顺了自己 相反的那个时候 你非把自己憋着弄 特难受 说不定 也是一种叛徒 而且 现在应该 对这个词的概念 会越来越淡化 是社会的进步 看了你的东西 这是我的感觉 我也写到我这个东西 就是说 有一种悲伤是始终会 就是 这不是能造出来的 作为你的书的底子 一直在 你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其实说不上 但有些事情 我就不喜欢想的 特别的乐观 但往往做出来的 结果挺乐观的 你怎么看现在 现在年轻人中的那种偶像 你觉得年轻人有偶像 还是没有 我觉得有偶像 完全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你得 我也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有些以前觉得不好的 现在也觉得挺好的 我以前还不喜欢 谢霆芬和周杰伦 但我现在都觉得 他们挺好的 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 我现在挺欣赏的人 我觉得 我经常会 对自己做一些纠正 包括我博客里面 也经常会有一些更正 这点我觉得是我和很多 别的写东西的人不一样的 我经常会写错话 那是肯定的 常识上的一些错误 有其那次就是 是 这个常识上的错误 你就必须得承认 当然你承认了以后 也会有人 有很多人会 你看你这个无知的那人 你犯错了 那当然我是犯错 但我说你一辈子 如果我不说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我犯错了 你不更无知吗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挺能够 就是挺能够 以前可能说过一些 但还能够重新去 再去回头想的一个人 还有有一些人 以前可能看着也觉得不喜欢 但现在也觉得还行的 有一些 另外就是除了这个赛车 写东翔 还能有什么事情 就是让你感兴趣 比较时间长的 我指的是现在 哎呦 打CS 那时候我不知道CS已经过气了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游戏 打电话给朋友 我发现一特好玩的游戏叫CS 你们听说过吗 然后当然会被耻笑了 还有玩一些各种别的东西挺多的 有些好讲 有些不好讲 但很多的兴趣 我兴趣非常的广泛 你去电影玩是不是有兴趣 电影也会以后有 因为我现在也不好说什么 这些都是媒谱的事 而且我们中国的电影的审查制度也 非常 我指的是没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限制的话 好像现在如果去掉限制的话 你会做出非常好的媒体吗 我希望是这样 我会我希望能够做出那种好 不是值 我们现在有些所谓的 有些人觉得我们现在的 CCTV或者什么不好 他们想做好的媒体 但我相信他们做肯定会过 因为你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刻度 就像你一下放开以后 它肯定就会就会过了 而且那种过其实也是挺可怕的一种过 就像我以前觉得 原来的CCTV一样 对 那就变成另一种CCTV了 就像我说 因为人民总是很愚蠢的 但是我只是希望更公正和有趣 更加的有意思 哪怕你现在哪怕专门做一报纸 专门做一媒体 专门自己编新闻的呢 都一样 包括我觉得如果限制会少一点的话 我也会去 因为也有一些地方可以得到钱 也可以去拍电影 我肯定会拍出很好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拍电影 最关键最关键的事情 不是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是拍在第二的 什么意思 如果我去拍一部电影 第二的是你想拍什么 拍的好不好 什么内容 这些都是第二的 拍在第一的就是要让投资方收回钱 他们投了你的钱 看得起你 你必须不能让他们亏钱 所以我觉得 但在现在的 我这个电影的审查制度下 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我 你一旦收不回钱 或者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我无所谓 我可以去赛车 我写东西一样 但是就是会 心里有一些内疚 心里有一些内疚